謝謝 這件事件關係 我就很謹慶要把個人的意見給大家 那麼有關第一個題目就是公司集團的最時規模 那麼以這個數位化發展的趨勢來講 那當然就是說未來市民的公司集團順必要多臺節目 也只是說要多少臺最務實的考量還是要考慮到裁員的問題 那麼歐洲、日本還有就是像韓國他們基本上公司 公司是他們的電視產業裡面的主力 所以他們甚至就是像一般的民眾來收取這個節目送食會 那如果我們肯定說公司在我們台灣的這個電視產業裡面 也將來是要辦得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都有公司 那當然應該說服立法院 就是說譬如說以仗就是配合水電 在水電收費的 自在水公司或電力公司在收費的時候 每個月收多少錢 其實如果以七百萬 七百萬這個支付來講 就是說每個月收十塊錢 一年大概就可以收到八億多 那一百塊那就更多了 如果每個月收一百塊就更多了 所以我想這個最關鍵的還是在財務的問題 以目前的這個政府對這個公司的補助 現在大概只有就能夠做的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那麼第二題就是有關公司的這個組織和治理架構的問題 是董事長制還有總經理制 從這個董事會跟總經理的這個權利的分工來講 那當然應該是董事長制 因為董事長代表董事會 董事會公司制理的最高的權利集過 他要分配預算 他要做重大的政策 然後要監督他的執行 那這個總經理呢 他基本上是秉持 就是根據這個董事會做的決策 他來做執行 那當然應該是 總經理應該聽念於這個董事長 只不過就是說在實際的這個運作上 那就會出現就是說 總經理到底是聽董事長還是董事長要尊重總經理 這個事務上會有很多這個爭議在 那這個我想這個是人選的問題 在制度上在體制上 那當然應該是這個董事會 應該是他負責做決策的 應該是整個公司應做成敗的這個決定 這整個成敗 到底誰來負責他 當然應該是董事會來承擔這個責任 那麼第三題是有關那個 風光集團的經理需求規模 那這個就是董事長所講的主要的關鍵還是詐欺 就是說他到底我們要把他公司 他怎麼做怎麼樣的定位 那到底我們在這個就是說 在政府的這個預算支出的那個分配 或者是說一般的民眾是願意來承擔 承擔這個這個就是說所示威的問題 第四題不是個人比較沒有 不是在這方面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鑽場所以不表示意見 第五題就是有關原住民客家跟紅白電視 剛好這三個頻道 過去個人在擔任台式總經理的時候 像客家跟原住民電視台開台的時候 都是有台式內自己去承包 就是說去經過競標 然後去開台的時候的一個協助 所以對這個整個音咒是個人比較了解 那個人基本主張就是說 這個因為就是說這三個台 獨立要設台 確實是要預算 那政府是不是能夠來支持他 預算上 財務上能不能支持他獨立開台 這是一個關鍵 如果不能的話 那即使在就是說 由紅紅電視來負責這個直播 這個大概是一個也是一個 不得已的一個比較算務實的一個做法 那過去大家可能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這三個台是不是能夠 就是會不會受到政府部分的影響介入 其實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如果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維護的立場 如果方向一致的話 那其實應該不是互相矛盾的 那只是說這個運作上 有時候當然很難免受到一些外衣的干擾 如果有一個比較恰當的機制 能夠把這些干擾 或者不利的一些影響的因素排除掉 那這個其實就應該 就是說從務實的角度來講 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 可以去運作的一個模式 那對不起 我是不是在針對第六點 再講自己的意見嗎 其實第六點就是公視跟華社的關係 那麼我個人建議就是說 因為華社它隸屬於公廣集團 那這個華社它基本上它是在做廣告的 它的這個整個A5運作的思考 思考的方式 它的一些其實跟這個公視是 是這個不見得是完全一致 那我個人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其實公視的董事不盡然需要 全部去擔任華社的董事 其實我是建議說 公視像現在的這個規劃的董事人型 大概13個到17個 應該有一個董事會 常董會的機構 因為常董會比較容易去形成 這個董事 在董事長的這個主導之下去形成一些公司 會比較有效力的運作 那這些常董其實 它代表公視去擔任華社的董事 就足以來 就是說讓 建督就是華社的運作不透明 就是不會違背公廣集團 就是說公視的一些設立的宗旨 那麼其他應該是比較從專業的角度去找 找這個董事來擔任 那甚至就是說公視的董事長 是不是就一定會得要兼任華社的董事長 其實這應該是可以去考慮的 因為畢竟兩台真的是不一樣 過去的這樣的運作模式 很顯然就是說 可能公視的董事去兼任華社的董事 結果華社的運作是不是更好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可以